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的关注 世界向东看试图解读中国发展的密码过去 许多人习惯拿着老一套的西方标识 截取中国发展的章节片段评头论读 指手画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国的成长不少中国本土学者 开始不再满足于听别人讲中国 陆续试图密足中国实践与自身感受 来讲述中国做了什么 探究中国做对了什么 致力构建一套认识中国 理解中国 表达中国的话语体系 中国做了什么几十年来 我们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将许多不可能一一变成了 可能四十年累计减贫7.4亿人贫困发生率 下降94.4个百分点 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四十年纪DP 年均实际增长9.5% 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嫦娥奔远 骄龙入海高铁飞驰 巨轮远航 科技成果仅喷惊艳世界 然而 大国崛起不止伴随着经济腾飞 科技赶超 还必须完成自我表达的宏大课题 过去我们解决了挨打挨恶的问题 现在我们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形式今日中国不能再听评五花八门的西式解读 充斥国际舆论 必须构建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 讲清楚中国故事 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然一步 回首来路 一个在西方话语体系里错得离谱 整天挨骂的中国 却创造了全世界最大的发展奇迹独特的中国实践中 蕴藏着质朴的道理近代以来 经过屡试屡错的艰辛探索中国人民 没有听任教师爷遗旨气使 也没有削毒试屡硬套上人家的水晶鞋 而是自力更生 艰苦探索 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于一穷二百起步在崩溃边缘奋起 以底力奋进打拼中国脚踏实地 一步步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墙起来的蜕变事件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的脚下之路就是支撑我们行文致远的密码 怎么认识我们的祖国 怎么看待中国的发展 不应只是书摘领的理论 更关乎国民心态的养成 时至今日站在民族复兴的大门前 在许多问题面前大众心态 仍然摇摆没有成绩曝光 便会有许多人高喊厉害了我的国 没有短板暴露 舆论场上又会泛起一股难易的沮丧 顿生不如人不如意的发展焦虑 无庸讳言 今天的中国发展仍然不平衡 不充分成绩与问题并存 发展与差距交织 我们既有可比肩世界一流城市的繁华 都市也有不那么现代化的广袤乡村 既有位居世界第二的庞大经济总量 也有排名相对落后的人均占有量 嫦娥奔月的荣光 是真实的芯片领域 受制于人的短板 同样是真实的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 这就是复杂的中国 我们赞美它的进步 也要证实它还有很多不那么厉害的地方 正所谓爱中国就仅爱它本来的模样 如月之横 如日之声发展永无止境 此前在一个何为中国发展的热铁之下 收获点赞数最多的答案 是一组对比照 一张照片是三十多年前的烂密度澎湖区 而另一张是如今高楼林立的 浦东陆家嘴天翻地覆之变 让人直观地体会到发展的力量 引人无限感慨 也许当我们真正认识了中国 了解了这个时代 并更不愿辜负历史的高光时刻 你所站立的地方 就是中国前路漫漫 他在荄密封burg 人类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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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荷